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幾個案子在台北這些地方呢 其實有個很重要的現象就是說 戶數跟蚊枝幾乎都是戶數加戶蚊枝 那要危及這300棵樹 還有這一些大家看到這些很漂亮的樹跟蚊枝 那只有尤其是最重要的辦公處所 還有這些當時在做這些瓶蓋的這些工業遺址 那再來是天母綠域呢 國防部要把這個羅友倫故居 就以前的很重要的將軍 黃埔軍校的這個校長 要把這樣子的老房子跟老樹 然後要把它做成醫美中心還有旅館 然後在那個華光台北行務所的部分呢 前面我們有申請城牆石的遺址 那城牆石的遺址在地下水道裡面都有挖掘出來 然後再來還有很重要的是口字型的宿舍 居然是明天要審 然後就在昨天拆掉 非常可惡非常可惡 你在審議前就把它拆掉 所以今天是所有這些台北市的這些評委的文化資產 是一個很大的文化浩劫 文化大革命 那台北好好砍已經升格為台北紅衛兵 他不只要砍樹還要毀文資 要把這些文化都毀掉 那我們要強烈譴責台北的文化局 那文化局呢對於老樹 他也受保護的樹木不管 不受保護的樹木也不管 那受保護樹木現在這些都已經提出樹保申請 都一直擱置在那裡 並沒有很切實的 不管是用那個個別樹木的保留 或者是這些比如說群體樹木的保留 那只保留少數的 那在文化資產的部分呢 只保護文化絲塊 就小小的一塊一塊 或者是除了文化絲塊只保留 比如說15棟只保留一兩棟 那這樣的一個文化絲塊 或者是文化絲塊只做標本館 只把文化絲塊呢 以異地重組 當你異地重組之後 你的文化資產 不管是房子跟老樹的 這一些文化景觀就被消失掉 我們這三個案子的 有一個共同的特質 它都是國有土地 理論上我們以為 國有土地上的文化資產 是更容易守護的屬於全民的集體基益 還有富有生態業的價值 實則不然 在這幾個案子裡面 我們看到的是 官商勾結 握有審查 文化資產的地方機關 乃至於中央 這個主導國有土地 活化政策 上下連成一氣 都只是把我們的國有土地 當成提款機 看中一時的價值 捧著鈔票送給財團 表面上看起來是保護文化資產 實則有一個深層的意義 也是希望能夠打破這個黑箱 所以這個黑箱裡面大家可以看到的是 還有這個現在台北市最時尚的新概念 設計之都 那我們打破這個黑箱可以看到很荒謬的是說 這個政府各方面在做的事情都很不一致 一方面說要推動台北成為設計之都 那也事實上確實在沒有打敗任何敵人的狀況下 拿到了這個設計之都 可是同時之間 又不顧市民關心環境 希望能夠介入城市 只是一味的從台北花博開始推動台北好好看 到今天 所以我們用大家貢獻的 瓶蓋還有號碼 蓋成了門口的 這一棟最標誌性的建築 這一棟建築 也是年底要上映的愛上九號球 五月天的怪獸主演地部片子的那棟冠軍撞球館 然後這一棟呢 他現在中間要開一條馬路 這條計畫道路 然後他們文資審議委員 並沒有 為了說這個到底具不具文化資產價值來考量 他們說 因為這條馬路 然後因為都市計畫 不能變更需要花費非常長的時間 所以呢這些文資 已經被指定的歷史文化資產 必須要為這條馬路來浪路 明天他們還會再討論 就是擁有種子號的那一棟 然後我們也希望說 不要再有其他的文資 其他的歷史文化遺產 為了一條沒有用的馬路 為了開發的利益 而受到犧牲了 天母這幾年來就是一直有非常非常多的開發 然後我們天母的綠地已經越來越少 然後天母的很多元的文化還有很豐富的文化歷史 其實也都慢慢在消失 然後我們認為羅爾倫將軍故居 這個非常就是重要的將軍官社 就是我們很希望 我們非常希望他能夠就是 以全區指定為式定古蹟的方式 可以被保存下來 因為裡面有非常豐富的 關於天母的歷史的起源 我們可以透過這個房子 跟大家講天母的故事 然後這個園區裡面有非常豐富的生態 像我們有做的這些老鷹 就是鳳頭蒼蠅 它是二級寶玉類的生物 然後它在園區裡面已經繁衍了超過三代 所以可以表示說園區裡面其實有非常豐富的一個生態系 那我們很希望說透過 透過就是全區的指定的保留 然後讓這個地方可以就是 可以有更多的可能性 而不是只是開發 台北機場呢 是一個對台灣整體鐵道發展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文化景觀 都市計畫委員會 都委的委員們都主張要全區保存 文化局的委員們的審議也基本上是全區保存 但是到了局長就是政府官派的委員手上 全部變得掉 所以我們現在呢要大力的呼籲文化部長樓英台 你不都要正視台北機場這個案子 台北市新北市所有的案子 都是我們將來在做文化部現在在大力推的口述歷史的制裁 他的據點如果我們這個據點之後 在做文化部的口述歷史的時候 看到的都是一些旅館商務中心大樓 那我們要用什麼東西來做口述歷史呢 整個文化台北市政府的這種開發為財團背書 已經朝向毀滅我們台灣的歷史的方向在走 所有的古老的東西通通拆除 能夠拆的就拆 連能夠在綠地上滑光在綠地上能夠保的建築物也不保 這是為什麼呢 這根本就是有一個毀滅台灣歷史 毀滅我們中華民國歷史的一個計畫 一個黑手在後面推動 剛剛有提到的這幾個案子 那我明天在明天九點半的文治委員會裡面 會去做一個審議 那也有把相關的通知給個權力關係人 那請到時候到場去陳述之後 讓委員來做一個審議的一個參考 以上 那個因為議程的部分 大概就是依每個案子的案情來做一個處理 那因為也考慮審議的時間 那每個 我們非常急作 沒有 沒有 滑光的部分 因為其實之前也開過幾次會 也有跟華務部那邊 就是都有去做一些相關的溝通 那各位的意見 在立志的文治委員會裡面 也有去做一個充分的一個表達 在每個審議委員會 他也有他的審議規則跟意識程序 請尊重各委員會的職權 請尊重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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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放行庭 為了政府 開放行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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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各位的意見我想我們會帶回去 好 謝謝 就是這樣 就是謝謝請教的 這就是我們的台北市政府 開放行庭 开放航艇 开放航艇 往路直播